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蒸汽会让你的整个喉咙还有你的呼吸道 潮湿湿润的情况之下 你会比较兼缓你的刺激的感觉 我们现在老人家都很爱咳嗽药水 就直接喝了之后就赶快配个开水 因为我不要让嘴巴哭哭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其实是这样不好的 因为咳嗽药水其实它已经是有稀释 它是一个调好的药剂了 所以你吃的时候吃下去就直接吃下去之后 你稍微吞一下口水10到20分钟才可以配开水 不要直接你一吃了之后 马上就喝了一杯开水 其实药效就是不好的 事实上刚刚王耳那个方法 我再教一个小小的pepper 那个小护士 面树立达姆 其实你可以在鼻子上面 稍微涂一点点 然后你在吸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有薄荷 然后加上热气 这时候第一个 痰会比较软 然后第二个肺等等的就舒服很多了